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歌评好复杂的 好 来 你的眼神送给大家 虽然不言不语 叫人难忘记 那是你的眼神 明亮又美丽 有情天地 我满心欢喜 我觉得不像蔡芹唱的歌 像蔡芹的二舅唱的歌 你的眼神唱完了还是64票 还有人愿意给我投票 没被我的歌 你还有别的什么方式为自己拉票的吗 颠球吧 没有 我刚才看场面有一个足球 小伙子来自大连 大连有足球 对 大连是一个足球特别发达的城市 他也有幸曾经在大连 十德的青少队是吗 行 颠鸟球 你看马上这个城就过去了 来 谢谢 谢谢 4票 好 那我们来看看 究竟你喜欢的是几号女嘉宾 请在安检器上做一个选择 好了 是这个吗 对 没错 好 那再看看你这个最不新衣那个人是谁 就是这个号是吗 对 好 新衣的 不新衣的都已经出现了 各位女嘉宾对她印象如何 赛哥 你是那个在北京生活的大连人是吧 对 大连话还会说吗 你还听我说是吗 你把你爱情渲言拿大连话再讲一遍呗 我的爱情渲言就是 如果你能听的话 那么我的答案很长 我需要用以备的时间来解答 你确定要听吗 用大连话说真浪漫 说挺好的 看大连话没听播 你也会说大连话 我知道 其实可以开大连大会了 今天我们有单位女生是吧 现在我们的要求是 但是从此刻起 你们将用大连话进行交流 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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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长得比较清秀 然后你的声音特别有磁性 我比较喜欢 但不知道怎么会叫大连话 不过我挺喜欢你的手 手长得比较好看 谢谢 我没有接触过东北的男生 但给我的感觉 我总觉得东北的男生是很踏实的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说话 我总觉得你有点皮 是吗 是东北男生都这样的吗 不不不 今天看到了在场这么多 靓丽的女嘉宾 所以当然心情有点飘 男嘉宾你好 我也是来自大连的 你也是大连的 好 虽然说吧 这大连的那个男嘉宾长 这长宽高 然后这高有点高 然后长和快有点仔 但是呢 但是呢我觉得少少写带气 然后然后特 老想起来老想 然后特一夜会 然后我挺你 长度是无法更改的 但是快度是通过后天的食量 可以更改的 对你有信心 加油 好的一定吗 男嘉宾你是属于瘦的 惨不忍睹的那种 我是属于胖的惨不忍睹的那种 不不不 咱们两个就PH值一下 PH值是7 好像就综合了吧 虽然说 在体重上我很瘦 但是不妨碍 我能承担起一个男人 该承担的责任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从你上来开始 就让我想到最近看的 电影里的那个男主角 就是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对象男主角那个科腾 感觉是那种校园里 特别吸引女孩 那种大男生 然后今晚我回家 一定要看你说的这部片子 看你说的是否正确 一定要看 好的 没问题 好 谢谢 本来是说第一印象 完全成了一个交锋 那我们也通过短片 再来了解这个小伙子 Hello 大家好 我叫刘德志 我来自美丽的遍野城市 足球城大连 作为一个从小在足球城 长大的男生呢 曾经最坚定的一个梦想 就是以后 立志要当一个职业球员 10岁的时候呢 在专业队 受过几年的培训 最后因为一些客观因素 很可惜吧 没能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我现在呢 是在北京和朋友一起 合开一家台球厅 这个也是我平常 非常喜欢的一个运动吧 哦 对 所以还有平常身边很多人 都是我一样紧张的脸 长得非常像寒冬 但是我个人觉得 范冰像吴彦祖 你觉得呢 我现在终于的女生类型呢 最好是她有那种 张伯志的外貌 然后再加上范冰冰的个性 我希望在座的女嘉宾 有喜欢吃辣的 因为我个人就属于那种 吃饭的时候 无辣不欢那种 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吃辣的话 以后在一起吃饭就方便多了 各位女嘉宾 你们想找一个绝世好男人吗 那么综上手术 绝世好男人等量带换 可以化解成三个字 你懂的 看到她的VCR 我也三个字 练皮厚 真敢说 她像吴彦祖 这只能证明 林姊姊非常有眼光 一般人在我身上 发现不了这个特点 好 来 我们也翻开扑克牌 再来看看 是沈阳体育学院的本科 学的是什么专业 田径 你学田径呢 踢球对速度要求也很高 尤其边峰这个位置 开桌球房 现在的年收入12万 原来是石德青年队的前锋 因为踢过球 所以可能讲义起 妈妈呢是 都是先女朋友 你跟你妈的关系特别好 对 我像我出去买东西的话 我说 初后员问我 你说你给谁买 我说给我的终身女朋友 然后她又会推荐我一些 适用于年轻女生那种 我说这个不行 嫌太粉嫩了 她说你不是送你女朋友吗 我说我送我终身女朋友 她说谁呀 我说我妈呀 看起来这祝宝妈妈 跟儿子的关系非常平等 交流起来非常好 你跟你爸爸不切 当然切 怎么会呢 两次恋爱 你都是第三者插足 对 你都属于第三者插足 我是被三了 说我的前任女友 然后在跟我的恋爱过程中 她非常的不认真负责 放肆的劈腿了 说一个人在一个石头上被绊倒一次 算了 你两次都被绊倒了 你自己没有问题 可能那时候双方在年纪上都非常的 年纪还很小 大家可能由于一些我资深远 因为身边的朋友也会 就是说 有说我这个人经常会忽冷忽热的 这个我认真自我反映之后 我发现确实有这么一个弊端嘛 所以 很好很好 你敢于在今天把你自己的弱点 给抱着出来非常好 睡觉的时候愿意抱枕头 刚才说过了 对 但是优点是不去夜店 所以呢她喜欢心智成熟 看似通透的女孩 对 好 来 谁想跟她交流 你好 美女 我觉得你在刺激我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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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嘉宾 我没有了 我是在说实话了 叶子轩今天不在乎 这问题请你早都想问我了 叶子轩为啥没来呢 你能把视线挪到我这来吗 谢谢 我视线一直在你身上 天儿 我今天幸好受创伤了 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 好的 你必须很认真的回答我 好的 如果我成为你的媳妇 你不是那边 东北那边有个习俗 要进花轿吗 是吗 对啊 那你怎么抱我 从车里抱出来 很抱 如果咱们俩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的话 那我对你感觉很深的 我一定会努力地增肥 或者说增加去健身房的次数 使自己变得更强壮 有力气抱起你 然后呢 反过来如果你对我的感情很在乎我的话 对我感觉很深的话 你也一定会为了我努力地结实减肥 谢谢 这个回答真是很圆满 你好呀 你说上面写着 你妈妈是你的终身女友 那么请问 你要是有女朋友之后 你的女朋友是你的终身女儿吗 不是不是 我妈还是我终身女友 然后我的女朋友 是我终身女友的儿媳妇 这关系好复杂呀 你好 说前两个就是唯一的 不是唯二的两次恋爱都是被第三者 那我曾经也想过有什么样的办法能让两个人长久的走下去 别人也教了我很多办法 说什么忽冷忽热半糖主义 可是我认为那最后也仅仅是把两个人单纯的绑在一起捆在一起束缚在一起 于是我觉得想要两个人长久的在一起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互相不断的吸引 然而互相不断吸引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我觉得你的话非常有道理 以我个人的角度看来 我觉得将务之间对对方要有足够的信任度 如果说我天天猜忌你的话 你也不信任我 那么咱们俩在一起会很累 那肯定不会走得很长远 祝你下一段恋情成功 好的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为她投票了 来三 二 一 好 继续有女嘉宾为她投票 我们发现情况是如此的巧合 非常非常巧 听懂我们的话吗 好 那你想了解谁呢 你也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了解女嘉宾想问你好 问乖心吧 乖心一下 如何使两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更融洽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小摩擦 你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最基本的就是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爱好要相同吧 比如说我喜欢早起早睡 然后那个人是晚起晚睡的 我觉得这个就不行 如果两个人就是生活爱好和目标相同的话 就可以一起融洽地走下去 好吧 那我可以告诉你有三张扑克牌翻开 所以你有三个基本条件可以提出 请提第一个要求 特别小家子气 特别情绪化的女生 情绪化的女生请翻牌 对 其实大多数女生多多少都有点情绪化 你指的是 还真有人 我指的是 好比说 比如说因为 我明白 您听听安娜为什么翻牌 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大 就是而且属于那种一个气上来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知道的 就是可能在过后冷静下来之后 才会想到说 可能那个我太冲动了还是说怎么样 但是当下那个情绪在的时候 我是不会考虑太多的 所以你意识到自己是一种情绪化 对 我很情绪化 这边也很率真 好 第二个要求 对待自己的男朋友 疑心特别重喜欢猜忌的人 请翻牌 现在的这个好像还没有翻过去 好 来 第三个要求 不来忍受自己男朋友 总是喜欢熬夜看球的人 请翻牌 英超西甲都是玩意的 对 他中超的玩意的 有两位女嘉宾 一直将扑扑拍为你留到最后 那就是来自大连的二号女嘉宾 和十号女嘉宾 尤其二位 刚才林林说了一句 说真巧合 好像给你留牌的 基本都是从大连的 来 请两位女嘉宾 告诉她 为何将扑扑拍留到最后 因为我们都是大连的 再加上她说她喜欢 心智成熟 我就属于那种人 然后我感觉她说的 喜欢的话 那种人吧 我都挺符合的 再加上她说她的妈妈 是她的终身女友 然后我觉得她这个人 肯定也是非常顾佳 也恋母 然后这个脸和我很像 所以我比较喜欢她 她喜欢感性 但又不是理性的那种女生 我觉得我就是 比如说就是我之前小时候 养了八年的一条狗 然后四年前去世了 我每年都能记得她去世的那天 然后哭一下 然后都是非常 非常感觉 想起之前那些事 然后特难过 然后理性呢 我觉得是因为 我从上大学的时候 就一直有工作 所以说很多事情 我可能想的比较细 就是想的东西方面 可能比较多 所以说按这些方面的话 我觉得我和你的那些 择偶要求是比较符合的 而且我也挺喜欢你的 所以说 你们在大连分别的住得近吗 住哪儿 近住 不是特别近 你在哪儿 我在室内 市中心 我也在室内 中山是西岳 中山 来买波远 我一球就走到了 踮着球 好了 两位女嘉宾已经表明了 对你的欣赏和喜爱 你的选择 可以在这二位女嘉宾当中 也可以继续坚持 你对关心的选择 请告诉我们答案 最开始看到三号女嘉宾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 哇 这女嘉宾眼睛真大 真圆 然后后来通过往期的节目 对三号女嘉宾在性格上 有了一些更深的了解吧 三号女嘉宾是属于那种思想 非常有深度 内心很有想法的那种女生 所以我觉得三号女嘉宾的性格特质 比较吸引我 但是关心刚才已经明确表达了 她说她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 那么我跟她正好是结言相反 所以为了不打扰关心小姐休息 我觉得还是 好 那么现在你已经明确表示 关心既然没有给你留牌 你也就不准备再向关心再表达了 对吧 对 两位女生 这两位当中你会有选择吗 曹那要表达什么意思 先是这样的我想先跟阿娇说两句话可以吗 稍等一下 是这样子男嘉宾 那个我之前把你的牌给翻掉了嘛 然后说实话一开始从你上来就是大连的 咱们都是老乡都是一起的 然后再一个我觉得说你蛮幽默的 各方面都比较都比较的优秀 然后我第一轮把牌翻过去了 是因为说实话我看阿娇留牌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每次站出来 好像都是同一个男生 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说给牌翻过去好了 可是我本来以为你不会牵一个大连的 因为我想说本来就是大连的 如果你要再找一个大连的何苦做飞机到上海来 对吧 然后现在我看好像是你想要决定了的感觉 然后我想那我也下来试一下吧 同样的机会可以也给我一份吗 好吧 面前三位来自大连的女孩 你的选择是三个人当中的谁 或者是都拒绝 我想送她一首歌可以吗 你说你喜欢听老歌吗 然后这首歌也是我妈妈特别喜欢的 是吗 我只在乎你 哦 我还听到她的女孩 你和我还会太多自大返的连к 你的人生结合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 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谢谢你唱得非常好听 请做决定 多重感谢我眼前的这些三位女嘉宾 谢谢你们一直为我流动到最后 这个虚的话不说了 给我一句实际的答案 三位当中有选择吗 有还是没有 有 她是谁 二号女嘉宾 女嘉宾 那就谢谢娜娜 也谢谢美慧 这应该是个好事 你如果对她不恒 我都大脸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一定会给你机会 来 谢谢 请回 来 用老妙黄金送给你们的 九天名誉礼品一份 帅康小厨宝提供的产品 礼物送给你们 我跟我妈妈说一句话 妈妈 我终于找到人孝敬你了 对 我来之前跟我妈说 我说我去上海给你带一个 儿媳妇回来 那我也应该跟我妈说一句 妈 我没骗你 我做到了 我就在自己的图乱 爱上你了 我打算不错了 我们不错了